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原工商铺资讯台节目 潘总在线 很快就来到农历新年 接下来是甲晨农年 到底农年投资工商铺物业有什么提示和感浪 又或者今年要特别留意什么 今天有请我身边的中原工商铺董事总经理 潘志明先生和我们一起谈谈 潘总你好 是 李开yen 和大家拜个早年 今年是农年 祝大家金龙献税 百业兴旺 祝大家生意兴隆 身体健康 祝大家心想事成龙马精神 一般来说农历前后 工商铺的市况会是怎么样呢 可能连近岁晚会不会收牢 都可能会剩下一些 但过元年买卖和租务 都可能会活跌一些 是的 通常都是的 这些季节性的影响 其实大部分尤其是在投资市场 多数在农历年底前 就未必作一些重大的决定 很多都是等过年后才打算 所以在农历年前 如果说2024年 2月10日就年初一了 所以看到其实是踏入2024年的1月份 成交量也是少的 始终都在挨近年尾 很多人都是等过年后才算 第二 近期市场也有少少波动 很多人都未能看得定 当然也有不少新的政策推出 对于未来后市也有帮助 但我相信会累积了这些机会 留下过农历年价的投资市场才会活跃 第二 也是租务市场 大家都知道连30晚前 就算租了一间铺 或者租了一个写字楼办公室 也好 你去找装修师傅也不容易 其实连20多都会收牢 有些又回乡探亲过年 大部分租务活动 都会过农历年年假之后才开始 当然大家可以先谈 但是动不签名或收楼装修 可能都会过农历年后 通常在农历年后会回乡 但踏入农历市场上 有什么利好因素 或者过农后会不会有一个小洋春 其实也不要说农历年前后 有时投资市场都是说投资情绪 以及整体经济或者有没有利好的政策推出 其实大家看到在2024年的1月份 不少政策陆续推出都是对于投资市场有利的 我估计大家接收了这些市场的讯息 作出一些部署应该会在2024年慢慢陆续反映出来 至于未来会有一个小阳春 就要看看投资气氛 看看投资者会否入市 用家会否入市 甚至中部市场会否活跃 刚才所说的 其实很多工作本来是要1月份、2月份去做的 甚至在2023年的圣诞假期做 但是因为假期影响 很多人就押后了去做 所以累积了工作就留在过元农历年假去做 所以按道理的成交量就会增加 而且市场上也会活跃 这个可否形容做一个小阳春呢 我们也期望在过元年后 将一些累积了的工作 在农历年假后慢慢做出来 令市场会活跃 看看市况是怎样的 到时的气氛 但最近中港两地都推出一系列的提振金融措施 对农年工商铺市场又没有利好的作用呢? 其实有好几项措施 大家都认为是有些帮助的 第一就是较早前政府也有推出一个资本投资者的入境计划 这个新计划里面 其中容许有1000万的投资是可以买入一些非住宅类别 估计这个会在今年年中就会正式出台 还有日子有具体的一些内容 其实如果说1000万以来的工商铺物业 在香港的选择是不少的 这些会不会带动到一些中小额的工商铺物业 会成交活跃多一些 或者价钱有上升 这个大家去看 正路就是 因为外来的资金多了 照计划应该是会对于整体的势压的工商铺市场是有利的 第二个亦都比较重要的 大家都是在看息口走势的问题 其实各个国家也好 美国联储局也好 其实都放了风 就算不是今年3月也好 去到6月份就很明显利息见顶 看看会不会一直去减息 减息当然在初期的阶段都是分两次或者分三次 希望今年都会有一个息口的减幅 大家都知道公楼负担高 或者利息成本高 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都是却步的 如果一直开始说息口见顶减息 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的消息 而且也看到中港两地都在提振一些金融政策 尤其是最近推出不少 国内也将银行的准备金降低 现在我们叫降准0.5个百分点 厉害了 释放了一万亿的人民币在市场流动 如果国内的经济有改善 其实对于不少国内的企业 下来香港投资工商铺 或者在香港开业 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推动 如果能推动到金融市场发展 经济就再活跃多些 或者股票市场也活跃多些 令到投资气氛情绪也会好些 对工商铺也是有利的 所以说一下说一下 不少利好消息都会在2024年出现 正如来说2024年就会好过2023年 不少的 最重要是看着大家的大环境 是否减息很重要 还有未来内地中央有什么支持的政策 大家继续密切留意 好了 预计在农年 你又觉得工商铺三个板块走势是怎样 还有农年呢 你有没有特别看好哪个板块呢 如果说农年看好哪个板块呢 如果看回刚才说很多利好的措施 整体大围来说 对于工商铺都是有利的 有几个板块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留意多些 第一 大家看回铺位市场 在疫情后大家通关了 多了游客来香港 其实整体铺位租务改善了不少 还有大家看到 核心旅游消费区的街铺 其实就会约了很多 而且也看到不少的打卡 即是看到社交媒体来打卡 排队去消费的人次 多了 其实很多人都一直说 会不会北上消费 又会影响香港的零售消费 和餐饮 其实你又要看回 香港人北上消费的人数有限 但如果国内来香港旅游 购物 帮衬餐饮 其实人量是相当高的 不能够忽视这一方面 所以我看尤其是核心区域的铺位 因为它以往那几年的跌幅 是比较跌得大 有些的租金卖价 跌了有四成到五六成 不等都有 但是跌幅大 它的反弹力度也大 估计如果今年市况一路改善 整体气氛良好 它这个板块的反弹幅度 都会大 大家可以看看 第二 当然是刚才所说的 有些是因为有了资本投资者的入境计划 大约是一千万 其实说是一千万 其实一千万上下的物业 都会多了人去留意 这个板块 估计成交量就会增加 第一 因为它的含心金额都不是高 就是一千万上下 其实有资金和能力去买入 亦是不少 大部分这些大约一千万的工商铺 其实它收租的回报 就相对稳定的 如果未来的息口都慢慢下调 即供楼的成本低 而买入这些工商铺内 那个回报率又是理想的话 投资在一些中小额的工商铺 我相信今年都会是比较大的优势 这两个板块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留意 是的 就是铺铺 尤其是工工 或者一千万以下 或者左右上下的一些盘 大家都可以多留意 最后 有没有什么提示 和建议给投资者 或者现在只是持货的业主 持货量多的业主 当然我们说 未来会减息 但在这段时间 那个息口水平 比起之前是高的 很多投资者朋友 其实他的利息成本 已经比起之前 就多了两三倍 都不止了 所以如果买卖的价格 合成合理的话 大家又认为 沽出套件是好的话 我觉得会借助一些利好消息 便去沽货 反正有人入市 有人沽货 对市场来说 都是健康的 第二 作为投资者 也应该做多一点功课 因为近期开始 都是有些成交出现 或者有些低银码的成交 或者减幅大 那些 其实可能收损货 可能在这段时间的机会 会大些 如果去到今年的第二季 可能很多沽货 那些又沽了 或者看到市场的气氛 又陆续向好 可能对于减价的幅度 就未必可以遷就买家太多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 是真的有心投资 一些心仪的物业 其实在这段时间 或者去到第一季尾 第二季初 可能都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所以大家就要把握这段时间 去买入你们心仪的一些物业 我觉得做多些功课 看多些笋盘 就比较实际一些 即是找笋盘 就要快手一点 否则价钱就越来越坚硬 可能业主方面 好了 今天谢谢观众和我们分析这么多 今天和大家谈到这么多 记得like share和订阅我们的channel 和按下小铃铛 留言和我们一起谈一下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